作詞&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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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各位創新唱起來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節目主持人佩琪 今天很開心來到了一個 認識很久的老朋友的地方 她也是我小小崇拜 也是佩琪小小崇拜的人喔 平常看到她 她真的是在現場微風凜 savez 就是畫家畫家 這瓶要請她做什麼 这边要请他做什么 脑筋非常非常的清楚 而且你看他做事的方法跟调理 你就可以知道一路走来 做一件事 把一件事做好 是有多重要的一件事 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 佩奇要邀请大家 在我们的频道上面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帮我们按喜欢 然后开启小铃铛 订阅我们 还有在脸书上面 我们的社团 创业创起来司令部 还有 事情有点多 还有我们的podcast已经上线了 记得选一个你喜欢的座好不好 拜托麻烦大家了 今天来到呢 是我们的吉父展览 邀请到我们的创办人 陈一如陈总监 总监好 小爱好 这个从佩奇认识一如姐的时候 就是从小爱开始 你看我多久 十年前有没有 差不多 一如姐姐你从开始创业 你还记得是哪一年创业吗 我的银灯的话是九十年开始 其实在这之前 我已经在从事这方面的就业 但是大部分之前来讲的话 还没有成立公司 但是已经就从事展览 招商 或者是说一些活动规划方面的进行 对 那银灯正式登陆开始九十年 到现在是民国一百一十年 所以已经满二十年了 天啊 掌声鼓励一下 一件事要做二十年其实真的不容易 姐你当时是从学生时期就开始在接触活动吗 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没有参加社团 但是我是系学会的会长 那因为那时候要从事一些迎新啊送酒啊 办一些舞会啊 系上活动很多 对系上活动或是班级活动也会涉略参与 所以那时候就对于规划活动很有兴趣 那其实我还没有大学毕业之前 我很想做一件事我想去做立法委员 真的假的 因为我觉得做立法委员的话我就觉得欸真的很棒欸 这样子在画面上面可以直接这样批判官员 然后直接就大瞎 那我觉得很有那种气势威严感 然后就是可以很明确的去批判时事或者是说对社会不满的地方 所以我那时候是很想做立法委员 不过没有念政治系或家里资源不够可能有点困难 不过我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想说 也要利用我社团的经验活动 就是说以前在系学会的社团经验活动 那刚好之前在早期我就刚就业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台南人都有一个被炉展览馆 对那时候好多活动在那边喔 对那早期的话他们在招就是说招聘企划人员 是企划人员 那我就想说那企划人员的话跟我以前的社团活动应该有一些类似 所以我就抱着去面试想要去试试看的心态 对那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去试了 其实我本业也不是学这个的 真的啊我一直以为你是从事可能公关行销啊这一类型的 No no no我的学习的话我大学念的是餐饮管理 你做的是餐馆 对餐饮管理 所以没有去开餐厅反而来做活动了 没有没有来做活动 因为其实我也是想说我应该是从大饭店或者是说去连锁餐厅里去就业 那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实习是在台北的五星级饭店 那我就了解了大饭店的一些就是幕后的一个作业的一个内容跟程序 那之后的话我开始就业的时候我也去了达美乐披萨 你去了披萨店 对达美乐披萨因为我想说美师连锁 第一个他的福利跟制度都是很明确的 没错也完整 那我就想说我也去披萨店上个班试试看 因为毕竟升天管道或者是薪资是比较有保障的 那后来我去试了三个月 那因为他在干部的就业期间他必须要轮班 必须要轮班那轮班的话我妈妈就一直为我等门 需要大业到大业吗 没有他结完账他是11点打烊 对那11点打烊你必须要后置的工作 你可能要盘点结账然后把所有的报表回传总公司 那只要今天的发票或者是说今天的盘点有点问题 你可能要抓账或者是说要去做后续的一些追踪 对那你可能要耗费很长的时间 那可能有时候下班的时候可能一点 那时候在二十几年前对对妈妈来讲 他会觉得也是女儿晚归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有点压力 你上班也压力 对他跟我讲说这个班你不要上了我求你 所以我就好吧那我就为你换了个 我说妈这样下去长期也不是办法 我这样子三个月其中三个月当中 我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是夜班 一个多月是夜班 对那因为他是一半的时间 对对一半的时间 那因为一半的时间是夜班的状况之下就是 下午四点要上到晚上十一点 对那这样的状况之下我妈妈每天都替我等门 那我就觉得妈妈很辛苦 对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试着听她的话 换个工作好了 就刚好有被鲁这个机会我就一头 过来的被鲁 但是姐活动每天每夜是更明显的事 也是很常态的事 常常要做道具啊或者是要联络厂商啊 就是在热门度跟就是冷淡的就是应该是说 非餐期跟餐期期间 她的忙碌程度太明显了 明显了 对对对对太明显了 就是说你要休息也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休息 而且你的工作没有办法完成一致性 那很忙的时候 她的一个即时的时间的压力又很大 是 对所以我认为说这样子来讲的话 对我长期我想追求的也不是这样的生活 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试着转换看看 虽然我到被鲁的企划的职位的薪资 是 远低于我 在达美乐的薪资 哦真的哦 非常知道 落差就对了 对对对 但是几年前她是落差大概一万块 哦很多耶 对但是我 妈妈知道这件事吗 她说没关系 前不是重点 真的假的 对全部是重点 你乖乖的 把我换工作 我不想再等门了 对对对对 但是她也没想到说 我换了工作之后 我要做活动 其实晚上加班可能到十一二点 也是差不多的事情 对 所以姐你从贝鲁这边开始做 你就是开始做了一些活动啊 展场 因为当时 贝鲁热门的时 的那个时 那几年代 那个年代 Oh my God 她的档期是根本你要好几个月前 booking才有办法booking的到耶 是这样讲没错 但是因为我们是属于场地单位 我们主要是租借给别人 但是就是说我们的主管 当时的主管他也做了一些自办展的活动 所以当时我们也成立了业务部跟企划部门 所以就是说也要负责招商企划跟相关的广告宣传 其实很有一部分的累 就是说经验累积 是来自于那里 对对就之前来讲 在那边也受了一些训练 到我之后自己出来创业 其实那边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超棒的 所以姐你在做这个工作大概做了几年之后 你决定说好 我要自立门户 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 我大概是两年多 那蛮快的耶 对算蛮快的 因为前面的经验累积其实也有一些了 对因为其实他展览的话 其实他是就是一种周期性的一个循环 比如说今年度来讲 在这个活动场地 会有哪些档期来这边执行 其实是安排好的 对其实他的就是有一点固定或季节性 那明年度也是这样 其实大概你run了两年 大概就知道 哦原来他的一个里面的一个结构 跟他的一个展览的一个形态就是这样子 哦好有趣哦 所以你变成是说 诶这样子来讲 让了两年多 你大概就知道 那可能你手上也握了一点点资源 或者是说有一些些 你自己有一些脑袋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想法 所以你就会想说 那刚好我结完婚之后也生了小孩 我就想说 那是不是针对我的工作 我要做一些些 调整 对 天哪我这样听起来 姐你二十几年来 你的假期非常的少 对 对 我会在下度假 就假期非常少 然后正常 大家真的在放假的时候你都在上班 对 因为其实做我们这个行业比的话 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就是说 活动的筹备 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忙碌 那活动的执行期间 它一定都会横跨假日 对 横跨假日 那其实在假日的时候 我们是几乎没有办法休假的 对啊 对那变成是说你想要获得 你可能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 下一个活动就在筹备期 是 对那除非就是说刚开始起步的时间 可能稍微时间会松散一点 是 不然的话 其实你要年度来讲 你要找到一个很长的一个休假期 其实真的非常困难 是 我很羡慕我们公司年至二十年的 我的特休假已经几乎快一个月了 所以他每次跟我讲说 我要去欧洲十天哦 我就好羡慕 我都还没去过呢 因为假期都没办法放假 对对对 因为其实说实在的 你今天身为负责任 你可能要担负的责任 或者是说你要去cover the case 可能更多 没错 对所以你很难就是说 自己真的挤出很长的一段时间 来做休假 真的 对对 所以而且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怎么讲 你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同时它是很有成就感的 那因为每个工作 每个case 或是每个面对的人 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问题点在于 就是说 因为就是遇到的人 都不一样 你所承受的 面对的 可能也就不同 对 今天呢很开心哦 在节目当中 为所有的好朋友 邀请到极富展览的 易如总监 来到节目当中 跟所有的好朋友做分享 佩奇遇到她的时候呢 她就一直都是在做活动 没错 就像刚刚她分享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各种类型不同的 然后呢 我觉得做活动很有意思 就是她会从 既定的模式当中 找出不同的变化 那易如姐 你做这么多的活动当中 最后期到现在 包含不是后期 就是到现在 也已经就是 有自创品牌 然后有自己其他想做的 其他的事情 然后甚至你还 很多的员工 从你这边出去之后 也成就了很多 自己接案的伙伴 对 真的 真的是培育中心 你知道吗 就是梦想孵化器的概念在这边 对 那我想要请教 你觉得做活动 策展人 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很多的 学生啊 她也梦想说 我可能未来想要做活动执行 活动计划 在 20年前跟现在 有什么最大不同的落差吗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 如果说 要做一个 就是说你要 就是针对活动这样子的公司 或者是公关类别这样的公司 其实大家都对这样子的行业别有很大的憧憬 对 有很大的憧憬 就觉得 哦 好好玩哦 感觉很棒耶 这样子 其实 并不尽然 但是我很坦白讲 就是说您如果在学校期间 就是说给一些新兴学子有一些建议 就是说你在学校期间来讲的话 您可以的话就是尽量的累积一些社团经验 不管你是直接参与活动或者是说你是担任干部也好 呃有社团经验来讲的话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行业别 或是要了解这个产业会比较快速一点 嗯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进入到这个行业别以后 其实他的一个心酸其实还蛮不为人知的 我的举例来讲他可能在资金的部分 哦 他是一个运转他可能要有蛮大的一个资金流 是 来作为你周转的一个一个就是运用 嗯 对那再来来讲的话你的资源是否OK 嗯 其实也会连带到就是说 你这边来讲你不会在那边抢说我明年度 或者是说我下个月的案子在哪里 对真的 因为你必须要累积有一个固定常态性的客户 或者是说你的服务有口碑了 嗯 那其实说实在的在创业的前几年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因为你还没有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累积的一个成数 嗯 那当然做完这几年之后 其实我们我我很坦言讲 就是说除了政府标案之外 嗯 有一些既有的就定客户 嗯 他会直接找我们 哎我们的年度就是什么 你们帮我们安排处理一下 好棒哦 然后你就相对性的 这个就会省掉很多自己去找案子接的一个状况 是 转介很多 对 就是说有一些固定案子 他可能就是我是私人企业 嗯 或者是私人工协会 他可能不需要透过公开招票的形式 嗯 他就非常信任你 我有你这边来做乘坐 是 或者是说我们公司有一些东西需要设计 然后有一个发表会需要做 那可能这个部分来讲 我就直接委任你 那相对性的来讲 对这样的相对性来讲的话就不需要去跟人家 比案或者是有一些提案上的一个困扰 你可能就是说 我这设计的东西我提案出去的东西是不是到时候人家把它拿去给别家做比价 有可能 对 比价 有听到心酸死了吗 在这 就是在这个部分 对对对对 我规划给你东西 我报价给你 创意很容易被偷走 对 然后我设计给你的东西 结果被主办单位或业主 然后拿去给别人做比价 或规划 对那 可能就是你辛苦了 可能两三个礼拜一个月的时间 那结果就这样没了 那其实说实在的 这样来讲的话 都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所以一旦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们就是以长期性的可以配合的客户 是 那我们会觉得说这样是最好的 真的 对 听完这个我们一如总监跟我们分享这些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他都笑笑的讲 可能看他舞台上面可能 这么漂亮的两个小时 可是他底下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那就是鸭子滑水 有那种水面下葡萄汹涌 没有错 这是真的 对就是 所以我常常 佩奇我常常在讲 我在主持活动的时候 我都说纪录片要拍后台 不要拍前台 就是 后台纪录片才精彩 对 看我们在骂人或是在吉祷的时候 没有没有 互风坏 互风坏 对 今天在我们桌面上 这个是我们一如姐姐的很多的文创商品 然后今年也有一个新的不同展望对吗 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来讲的话 我们目前来讲有一个妙语品牌叫神武部队 那这个目前来讲是在南昆盛代天府这边有设立一个专门的一个门市是叫南昆盛文创生活馆 那在里面有贩售一些妙语类的有关于就是王爷 大家就看到 王爷王爷 对王爷库版的这样子 对对对 那里面有贩售一些妙语相关的文创商品 那因为我们应该是说也承办了国际兰展历年来的一些活动 那自己也有开发一些兰花系列相关的一个商品 那这个部分来讲我们有一个品牌叫葛兰斯 葛兰斯 对 所以就是这个部分来讲是有两个部分 那可能未来来讲的话 也朝向就是说可能在运动类 比如说运动类或者是说其他的类别 如果有愿意跟我们合作的团队 我们也非常 我们发现今年我们跟那个佟医师有合作了一个就是妙语类的一个活动 那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发现这样子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可以开发努力的一个方向 对那这个来讲的话 就觉得说又很符合年轻人的一个族群 那又符合说我们公司想要多元化开发业种的一个机会 那可能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就是彼此还在努力当中 对 真的这个就开放底下如果你有兴趣的可以在底下留言好不好 可以在底下留言我们的资讯栏也都会有相关的讯息 请大家可以这个多多支持 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请佑姐姐跟我们分享 在创业20年21年的这个时间当中 是 你有没有曾经觉得很挫折 然后你都怎么样鼓励你自己 应该是这样讲 其实在创业早期的时候 在前面那几年我很不会演 其实因为我们这个活动类别来讲的话 资金的一个 我刚刚所提到资金的一个问题是非常大的 在我的之前的前大概七八年吧 创业到创业开始到我这七八年 我很坦白讲 跑三点半是我的常态 真的假的 真的 就是一直要处理这些事 对可能跑三点半它是我的常态 就是说哦怎么办 那下个礼拜有员工薪水要发 哦月底了有货款要结 类似像这样的 可能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当你的一个就是说你的一个暗量 或者是说你的固定客户 或者是说你的年度计划没有办法 预照你的想象 来做这种规划跟事情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点 有些公安公司 他可能他的监案量没有到这个程度 或者是说 他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说 他的资金周转的来向 可能不是那么的好 那很快的可能就是 可能这两三年看到他之后就不见了 对会有发现这种问题 对那再来来讲的话 在这一两年最大的问题就是疫情 没有疫情的话 其实说实在在我们前面 公司达到了一个年资之后 发现慢慢稳定上轨道了 哎哎哎不错 人数越来越增加 然后大家的那个薪资所得也都 哎在我们公安南部公安研究 我相信可以去比较一下 应该还算OK啦 没有了 底湾公司应该是还还OK 但是就是说 在这两年的疫情当中 我很坦白讲 我们的业绩几乎是腰斩 真的 对几乎是腰斩 我相信是因为就真的活动都没办法执行 对对对 因为就这样停摆 但是停摆的话 公司内部员工怎么办 教育训练 然后叫他们去上课 或者是说我们就针对一个案子 未来的案子 但是我们先做设计跟规划 对就是先练兵 练兵啊 就是说练兵 先练兵练完了之后真的要上 好东西马上就有了 真的耶 所以是做准 反而是做准备 对 所以是在高潮的时候 就是可以好好的享受那个掌声 对 然后呢在疫情的当下 我们可以好好的充实内在自己 对对对 就是安排了一些课程 让员工去上 或者是说 请他们来讲的话 针对未来要规划 明年度要规划的案子 没关系 我们就是先设计先走 先走 先安排 然后先规划 这样子 对那这样来讲的话 等到真的案子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好了 东西交出来 OK没问题 完美 对 今天呢非常开心 邀请到我们几副展览的 这个一路总监 老朋友聊天特别开心 而且我没有透过这样的 这个影片记录 影像记录我们频道 我不知道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 在这背后的心酸 因为我每一次看到一路姐 她真的就是呼风唤雨 来这边叫一下 这边叫一下 真的很厉害 可是完全不知道她背后的功夫 知道她背后功夫这么多 但是不知道这么辛苦 是 其实公关业界比较少人会做的 那其实像我很坦白讲 像我们昨天还去我们的输出公司 去帮她加工 因为来不及了 其实很多的作业其实表面上呈现给大家的时候 是非常完美的 可是她前面的作业很辛苦的部分 其实也很少人知道 但是就是说如果有幸要从事这个行业别的 不管是年轻人也好 或者是说其他的相关业者也好 其实说实在的在这个行业别还没有真的踏出去之前 真的要好好的思考 对对对对 真的 好今天呢很开心邀请一路姐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喜欢 然后呢如果你有相关的讯息 或者是刚刚像我们跟妙语活动 你有想要做联名或者是合作 或是跨界的品牌 都非常欢迎跟我们吉父联络好不好 我们会把吉父的那个联络方式 放在我们影片的资讯栏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喜欢 记得帮我们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是沛琪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邀请一路姐 给我们分享更多好故事 好 谢谢 下次见喽 拜拜 by bwd6